欢迎大家收看视频,我是Thomas 今天讲的是中美AI的竞争 很多人认为美国依然是占先 有很多新的分析认为 中国AI已经取得一个优势 如果AI能够取得一个优势的话 美国其他科技领域 就算是领先中国 目前多少都好 很快中国就会追上来 因为AI才是未来科技的根本 等于几十年前 你能够得直晶体 得PC就得天下 差不多是同一个道理 首先我们讲讲 AI最大的一个关键 很多人都以为是技术发明 李可福已经说了 现在AI的发明 和新的进展 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平原期 差不多已经是高峰之后 已经进入了一个稳定的状态 除非再有突破性的一个发明 才可以带动另外一个世代 但是现在我们目前AI 用回来都是几十年前 那个技术突破 比如这个深度学习 比如现在目前的技术 基本上都是一个 不是一个全新的范式 所以现在在这里 问题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说大数据 AI是需要大数据去喂 去培养的 那么你数据越多 场景越丰富 你可以 研制到新的AI技术 就会更加快 那么这个俄司的专家就分析 美国这方面 就是不太及中国 不过这个也都不是 个个同意你这样的说法 2018年已经曾经有过 一个争辩 当时微软创办人 盖茨就向CNN表示 中国AI发展虽然迅速 但是中国就不能在AI 超越美国 他还说一句说话 很实际的 中国永远都是AI的第二大 第二名 曾经做过他的手下 做过他的要员 也都在苹果 Google做过高层的AI专家 叫李开福 马上反驳了 李开福是来自台湾的 他也是在美国读书 美国做这个专家工作 他现在去了国内发展 他当时就已经是格性 即格案已经是反驳 中国AI当时 2018年的预期 就是两年之后就可以追过美国 于是大家就是半信半疑 你又觉得Bill Gates说的有道理 也很有说服力 也很振奋 终于到了2020年 真的有一位人出来见证 这个就是美国国防部的前首席软件官 cheap software officer 叫做夏兰 他接受金融时报的方法 他就已经说了 美国的AI已经输了给美国 他就是行外人 现在接触到美国的AI的技术 有几个核心 不知道 不过这句话 也当时是带来震撼 《金融时报》看了出来 很多人觉得 中国就算不是超越也好 他就是 AI机械人 歧视 就是足企 幻数全世界 幻数其他 引起全世界的月潮 当时是2017年 好了 有一位人兴兴 就是Google的全主席 叫做施密特 他就很开心 以Google的 董事长 即是主席 他当时人员 整个Google都看完 不用了 他去访问中国 看看你们 怎样看这些AI技术 他考虑完之后 立刻提出一个见解 他预计当时 美国在2025年 将再难以为止 AI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 一定会比中国超前 他的观察来自 当时全国 不分上下 由学校到地方 到市到省 那些专家和官员 都很热衷AI 至少中国人多 市场又大 这时候的判断 虽然你说 也挺武断 2025年最上 可能他当时也考虑了 中国的发展的速度 他作出这样的警告 后来他卸任了Google的 主席位置之后 就从政了 就出任各旁部的顾问 马上他提出 不能够给中国AI领先 美国 美国要不惜一切代价 击败中国 在AI方面的领先 为什么这么紧张 因为AI真的是 是往后的技术核心 如果AI成功了 那很多东西 大家都知道 check GDP 已经说得这么神奇 那AI还有很多 測科技 或者是有些技术 我们是不知道的 一出来的时候 可能完全改变了世界 这个科技比赛 是不切亚军的 做第二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美国 尤其是科技的领先地位 一夜之间 可能完全改变了 改变了 就不是作为 僅致中国的科技 但是我这么简单 你所有东西都不够中国 就比较 尤其是中国不单止有技术的话 加上他的应用 和他最大的市场的规模 即美国就应该是 将会面临 史密特所说 不能够给他领先 因为承受不起这个代价 史密特就找出 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弱点 就是半导体技术 即是芯片一定要倚靠外国 包括美国 为了确保美国 和中国在AI领域 拉开 他觉得至少有两个世代 就像开车那样 起码有两个车位 要保持这个距离 你一定要实施各方面的手段 正如他所说 要不惜一切 是要阻止中国的 AI进步 于是乎 由于中国的芯片 是他的远难 所以他的提议 就是要制裁 中国芯片 尤其是AI芯片 很可能拜登的 对中国的技术制裁 很可能出现是 舒默特之手 因为他也是直谷 真的叫疵心的 多的人 也很懂得中国的市场 那么他提出这个看法 也挺有效的 当初认为 既然你芯片 中国芯片是不行的话 我从此断绝你 这个芯片的交流 和这个输入的话 你中国应该没有气场 大家很尴尬 中国原来是 不是受芯片 所谓落后的束缺 AI发展的关键 原来就不是在芯片 而是在大数据的应用 大数据的应用 莫斯科科大学 就有一篇分析报告 叫做中国大战略 大数据的战略 治理改革 創新和全球竞争 先讲重点 这位作者就是研究员 是莫斯科大学研究员 叫做杰尼索夫 他说中国现在正在 是有罪地进入 数据意识议谈 这个是很成熟的方向 什么叫做数据意识形态 就是说所有 现在的经济发展 公共管理目的 和这个法律 都是实践 和应用于这个数据 大数据之上 很抽象 我行人就不明白 很难明白 什么叫做数据意识形态 民主意识形态 社会主意识形态 什么叫做数据意识形态 就是说 其实我引述就是 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阿里云的创办人 王堅 他在2018年 他那本书叫做在线 他又说大数据 就不是数据 不是叫做大 就叫做数据 他的定义就是说 世界最大的数据库 和互联网应用 和我们的生活 一点都没有关系 他说最大的数据库 就是所谓的大数据 就是欧洲的核子研究组织 他的大型强子对撞机 他每秒可以产生一个BP的分析数据 一个BP等于2的50次方的质值 质值就是必 又很庞大 他每年需要用4万5千个储存器 储存大概35个BP的数据 总之是大了 大了天文数字 但是这么大的数据 是没有应用下去 就是没有在线 就是没有交流 和没有在互联网的通用 所以再打算 这个是封闭性的数据 所以你千万不要学 比较大数据 这个字就是压力 数据之后应用 有丰富的场景 才是有价值 才叫做数据 就是contation mark 这个就是黄坚一讲一点 大家明白了 原来是大数据 不是数据 真的是在线的数据 就是在应用的数据 才是数据 不是永远 都是这种样本材料 简单一个例子 就是他很生动 以前学生在食堂 就是他们的饭堂 买饭吃 用饭票 但是之后现在是用刷卡 用刷卡 用刷这个餐卡 都是买饭吃 都是饱饭 但是依然不同 买饭票 校方只知道 记录到各校的学生 用了多少钱 花这个饭票 来吃饭 知道用了多少张票 但是餐卡 产生的数据 他可以记录过 不同的学生 他们吃过什么 总体哪些吃得最多 哪些吃得最少 他们什么时候吃 什么时候吃饭 什么时候是 一个叫做 吃完饭 这个叫做 叫做 叫做 淡的时间 完全不足够 你就可以管理 食堂各方面的项目 他知道学生的喜好 口味 还有最重要就是 知道哪些学生 他可能是富二代 从来他都不会在食堂 买饭吃 可能他全部都出去吃 那你一方面去管理一些校风 比如说 建议大家在食堂吃的话 那些人就不要出去吃了 谁知道很多数据 你可以一清而楚 那你点了个例子 大家明白了 那中国有多少的场景和应用 你看看有14亿 14亿的人口 还有现在 中国是很成熟的 运动数据 现在坐巴士 我在大湾区生活 都有很多经验 就是 阿公阿婆都懂得打开手机 你总是扫码的 就是扫的 拆的那个卡 虽然是一元 那你也要扫的 很純熟应用的 司机 甚至买那些三轮车 就是那些搏脚的那些车 你上去 他都可以扫码的 那这个问题是形态 假设生活也好 处理问题也好 想生意也好 都全部是以数据 以数据化 来做这个衣归 那的士更加不用说 甚至从你的的士的记录 可以知道 整个省市的动态如何 甚至发生什么事 都可以知道 所以这个真的叫大数据 这个叫在线生活 工作交易服务 这个日常 就是这个大数据 这个产生之下 那社会对于这个数据化 应用保课率 中国是全球的不好 所以它的数据也最多 用得多 用得多 数据多 数据多 就对人工智能 就更加优惠 所以人工智能 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 开发一定会比较快 因为它更加聪明 有更加多不同的数据 更加准确 大家如果最近 都不懂我说 很多人都是平时 都会去北上消费 消费购物 大家都会感受到这份 所谓的数据意识形态 真的你拿钱出来 买东西 你觉得自己是很老土 那当然还有 譬如你银行 交款 譬如两地 如何赚钱 完全你用手机 已经搞定 这个真的是数据意识 你数字化意识 有数字化意识 就变成很多数据 可以出来 是吧 那你如果美国的话 它的报告高不高呢 就算是差不多都好 它只有3亿多人口 这个就是中国 这个是战线的 自从中国还是2012年 就已经推出很多的政策支援 企业都配合了 就是开展这个大数据 在教育、健康、扶贫、旅游 和公共安全 这些这样的民生领域 所以在区议会选举完之后 其实数码 区议会的改革 这些民生 这个数字民生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议题 相当之好的一个题目 那内地已经是了 很数码化 譬如说那些 他们的民政 他们的民生 就是用数码可以补高 可以解决到问题 就是有没有数码化的区议员 会有这个数据意识形态的区议员 帮我们香港推动这些东西 这个就很重要了 这个就是说话 所以整件事 俄罗斯的专家看出就说 这个就是硬件、芯片固然是重要 但是问题是真的 确实到大数据这个优势 中国以前是第一 所以中国的大数据是什么 是建筑在民众基础上 变民和全民都推动 这个就很和这个 所谓西方的自由体制或者自由市场 商业的意识形态就好不了 所以怎么推呢 商业考虑为重 市场的平衡 均衡才为重 但是中国有落实的政策 数据呢 其实在美国很敏感 搞了很久都很难 很难开放 甚至很难除得有数据 总之就是立着立着 这个就是中国的优势 是吧 Bill Gates或者其他人 是很难明白的 但是希望 其实数码化 其实在香港都可以落实 可以做多些 我们一早已经有八达东 我们可以做更加多东西 好了 那这些就是 关于中国的AI的前景 乐观的看法 好 今天时间差不多 多谢大家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